第259集 说着话就拿出一道符 挑在桃木宝剑上 点着烧了以后 嘴里念着 拿在手里为剑 画在地上为墙 人来隔层纸 鬼来隔座山 牵鞋弄不尽 挽鞋弄不穿 一边说一边画 这个呀 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 当年孙猴子也是画了一个圈 麻子大爷的圈画了很大 几乎把一个打卖场 都画进去了一大半 麻子大爷画完了之后 让大家准备好 这时我爹早就弄好了羊炮了 看着乱分岗子 我也死死的盯着乱分岗子 乱分岗子那里 黑漆漆的 什么也没有 不过哭声就是在那个方向传来的 忽然在乱分岗子里 蹦蹦跳跳的 出来几个小火球 那些火球一蹦一蹦的朝我马来 这些不用说 是木叶叉请来助阵的小鬼 对于那些小火球 我不用害怕 因为那些小阴灵 在黄花罐里和那些阴灵接触很多 发现那些小阴灵只是顽皮 只要消除了怨气 他们是不会害人的 火球越来越近了 我爹拿起了羊炮 把羊炮口 对着火球来的方向就要开枪 我赶紧阻止我爹说 爹 您不能开枪 那些小阴灵都是好的 他们不害人 我爹听了 就把放在扳机上的手拿了下来 这时 那些小火球已经快到跟前了 几个小火球 不时的发出几声凄厉的哭声 我看到这里往前走了几步 朝火球望去 那双阴阳眼慢慢的起了作用 那些火球后来的是一个个的小阴灵 当他们快要到我跟前的时候 看到我站在那里 好像很害怕 叽叽喳喳的一阵子 转身又朝乱坟岗子里跑去了 第一波小鬼就这么走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忽然旁边的树上来了一声 我死得好冤啊 我们赶紧转身看去 这一看我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只见树上不知什么时候 挂上了一具尸体 不 那个不是尸体 是一个吊死鬼 只见一根绳子挂着吊死鬼 他正在上吊 吊死鬼的脸被长长的头发护住了一半 露出的那半张脸和白纸一样 一只眼睛闪着绿光 吊死鬼 星红色的舌头 吹在胸脯前 身子无力地吹在那里 来回地晃动 这时又是一声 死得好冤 接着 在一棵树上 出现了一个男吊死鬼 那个男的吊死鬼 同样眼睛突出 闪着绿光 舌头伸到胸前 身子诡异地垂着 我看着吊死鬼的眼睛 忽然感觉眼睛像两个黑洞 吸引着我往前走 我心中大惊 赶紧地收回心神 吊死鬼的眼睛 不能对着看 只要对一会儿 他就可能迷惑主人的心智 让人跟着他去上吊 这个吊死鬼和烟死鬼一样 心中的怨气极深 只要意志不强 就会被他们给害死 死的时候 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没想到这么多人 我还照样被吊死鬼 迷住了心智 就在这时 哄的一声 羊炮响了 一团火焰如同扫子一样 破过去 两个树上的吊死鬼 瞬间就消失了 接着 枯枝落下一大片 吊死鬼刚消失 鬼哭狼嚎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 朝我们聚过来 我们赶紧朝四处看去 只见四周都起了雾气 在雾气里 鬼火闪闪 那些鬼哭狼嚎的声音 都是从雾气里传出来 我们 如同身在鬼域 周围的鬼叫声 让人胆寒 马子大爷看到这里 对大伙说 小心 那些是鬼物 是鬼的怨气凝结而成的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能迷住心智 让人如同走着 阴气森森的黄泉路上 鬼物走得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我们的面前 鬼物刮起阴风 温度骤然下降 这时朝雾气里望去 雾气里鬼火闪闪 鬼哭狼嚎的声音 和呜呜的阴风声 混在一起 阴残残的 像是到了阴界 鬼物里的哭声让人听了 心里急剧的扭曲 非常的难受 我们周围都是那种惨物 果真如马子大爷说的那样 如同走在了黄泉路上 鬼物只是到了 马子大爷画的圈前面 就不敢往前走 在外面鬼哭狼嚎的 让人听了发疯 四周全都是这样的哭声 我吓得身子往后靠 一下子靠到了马子大爷的身上 马子大爷赶紧扶着我说 小冬 你不要怕 你身上有雷弓箭 只要念着射阳咒 朝鬼物射八剑 这些鬼物就会消退 我听马子大爷这么一说 赶紧取下弓箭 然后拿出一支白灵箭 拉紧弓弦 朝着鬼物射去 一边射 一边大声的说道 一箭射天秧 二箭射地秧 三箭射鬼秧 四箭射四方 射断凶恶鬼远顿离家乡 一斩去天秧 妖鬼竟损伤 行尘来护卫日月 莫三光 二斩去地秧 须已坐中央 浮石皆化散 王梁总消亡 三斩去鬼秧 鬼魅敬潜藏 四斩敬四方 王魂超 我转着圈射完了八支箭 只见那鬼物翻腾起来 好像有无数的鬼魂在哀号 接着 眼前的鬼物慢慢地缩小后退 眨眼间就消失了 这鬼物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手里的雷弓箭果然厉害呀 看射走了鬼物 我拿着弓箭高兴地对麻子大爷说 大爷 这楼弓箭果然厉害 到时候对付的母燕叉 用不了几下子 肯定能射到母燕叉 魂飞泼散 麻子大爷摇摇头说 小冬 你可不能大意啊 那母燕叉 非是当年的母燕叉 你对付它 就得出奇之胜 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这样吧 你留一支箭放在身上 留着最关键的石头用 我点点头 抽出一支白灵箭 憋在了腰带上 就在这一时 忽然传来鬼月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远处来了一顶轿子 四个吹鼓手 四个抬轿子的 飞一般地朝我门来 我一看那个轿子就知道 母燕叉来了 母燕叉那是魔 已经和普通的小鬼不一样了 出门讲究排场 坐的是鬼抬轿 出门带着哭丧月 这个和古代当官的一样 我娘和我说过呀 官大自尖 这个人鬼通用 麻子大爷看着母燕叉 坐着鬼叫而来 就赶紧对我说 小冬啊 一会儿母燕叉来了 你把手里的箭都射出去 最好能射死母燕叉 雷弓箭是除母燕叉最好的武器 我听到这里啊 抽出一支雷弓箭搭在弦上 然后使劲拉开弓弦 朝着母燕叉来的方向瞄准 看母燕叉坐着鬼抬轿 快到我跟前了 我屏住呼吸 朝着一个抬轿的鬼族射了过去 那雷弓箭带着风声 直奔鬼族而去 那抬轿的鬼族没有意识到 雷弓箭的厉害 被我射了一箭之后 以声凄厉的惨叫 身子随着雷弓箭直接飞到了板空 接着就消失了 几个抬轿的鬼和吹鼓手和轿子一起也消失了 木叶叉一下子从轿子里滚了出来 落在了地上 鬼和轿子都是虚幻的景象 被雷弓箭一破 就会显出原形 变得虚无起来 这时我赶紧朝滚落在地上的母叶叉看过去 只见母叶叉还是那一身红衣 高高盘起的头发散乱的披在头上 像猪头戴着假发 那张脸惨不忍睹 一般的红衣女鬼虽然经济 但人形模样的时候那都是非常冷艳 可母叶叉就像脸着地的女鬼 无论做人还是做鬼都非常的难看